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姜丝一会儿炒汁的时候要用的 好 下面腌制 通脊肉里面放盐 酱油 料酒 还有刚才的葱姜 抓匀 抓匀后放置十分钟 放置十分钟 腌好以后把葱姜挑出去 然后把肉放到调制好的淀粉糊当中 把肉的每一部分均匀地挂上淀粉糊 好 肉表面均匀地挂上淀粉糊 锅里面放多量油烧到七成热 把挂好糊的肉直接放到七成热的油锅当中 注意七成热 油要冒烟 而且原料放进去能够听到这种哗哗的声音 这时候的关键点 注意油温不要过低 油温过低 肉入锅以后不容易定型 而且也容易粘连 所以油温控制在七成热的高油温 所以油温控制在高油温 七成热的高油温 当原料定型以后捞出来 把刚才切的姜 葱放进去 煸炒 这时候锅里面放 放料酒 酱油 然后放醋 醋的量要大一些 一勺量酒 两勺酱油 四勺醋 在锅里烧开 然后放白糖 白糖和醋要调成甜酸口味 盐 盐的量不多 这道菜主要是以甜酸味为主 放进去后在锅里边稍微炒一炒 让各种调味品在锅里边复合 为了颜色更好看一些 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锅里面放上一些番茄酱 主要是增加颜色 开锅以后放淀粉 用淀粉勾芡 用淀粉勾芡 注意芡汁的浓度 让芡汁能够挂在勺上 挂在勺上 这时候放炸好的肉片 以后搅拌均匀 使每一个肉片上都均匀的裹上芡汁 裹上糖醋汁 好 最后点上一点油 点上一点香油 裹匀 裹匀 好 装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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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